今天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有关土耳其旅游的资讯 土耳其好玩的景点之一是位于卡帕多奇亚地区的热气球之旅 卡帕多奇亚是一个充满奇幻风景的地方 其岩石地形和洞穴住所 使其成为独特的旅游目的地 您可以参加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热气球之旅 从高空俯瞰这个令人惊叹的地区 在日出时数以百计的热气球会 升上天空您可以欣赏到壮观的景色 包括奇形怪状的岩石和美丽的山脉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您在宁静的 天际线上体验土耳其的奇幻之旅 当然以下是一些土耳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旅游景点 1.帕姆库莱古城 这个古老的城市位于爱琴海海岸 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城之一 您可以探索这个蜿蜒的城市 参观其令人惊叹的古代遗迹 包括位于悬崖上的房屋和位于 帕姆库莱城堡的壮观景点 2.埃佩玛纳斯瀑布 这座壮观的瀑布 位于安塔利亚地区 被认为是土耳其最高最美的瀑布之一 您可以欣赏到湍急的瀑布 从高处崩落形成壮观的景色 周围还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和迷人的森林 3.土耳其西南部的塞奇诺斯 这个美丽的沿海城市 坐落在爱琴海 以其蔚蓝的海滩古老的城墙 和著名的希腊遗迹而闻名 您可以参观城市内的考古博物馆 探索古老的遗址 或者沿着海滩漫步 品味当地美食 4.盖雷纳 这个城市位于卡帕多奇亚地区 以其独特的岩石地形和地下城穴而闻名 您可以参观数百年历史的地下城 或者参加岩石洞穴之旅 探索这个奇幻的地区 5.阿雅苏特 这个古老的城市 坐落在爱琴海的海岸线上 拥有壮观的古代遗迹和美丽的海滩 您可以参观位于城市内的阿普 或多拉宫殿 西罗多斯坟墓等古代遗迹 也可放松在美丽的海滩上 享受阳光和海洋 6.波斯普鲁斯海峡 这个海峡 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分隔开来 提供了壮观的景观和独特的文化体验 您可以参加游船游览 欣赏到伊斯坦布尔的著名地标 如蓝色清真寺和哈加兰宫 7.罗宾岩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自然奇观位于土耳其的地中海岩岸 是一个壮观的岛屿 被形状各异的岩石和洞穴所覆盖 您可以参加船上游览 欣赏到这个独特的地理景观 或者潜入清澈的海水中 探索岩石下的海洋生态 8.安塔利亚古城 这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城 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宝库 拥有古代罗马希腊和奥图曼帝国的遗迹 您可以参观古城墙 哈德良门 帕马库克岩等古老建筑 探索过去的文明 无论您是喜欢历史自然景观 还是海滩度假 土耳其提供了各种吸引人的旅游体验 希望这些景点 能为您的土耳其旅行计划提供启发 当然以下是更多令人难以忘怀的 土耳其旅游景点 1.土耳古特瀑布 这个壮观的瀑布 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利亚省 被认为是地中海地区最高的瀑布 您可以在瀑布前的观景台上欣赏到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奇观 也可以探索周围的自然步道 2.阿斯佩兰地下城 位于卡帕多奇亚地区的阿斯佩兰 地下城是一个古老的地下避难所 拥有多层迷宫般的通道和洞穴 这个地下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 您可以了解古代居民如何在地下生活 以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 3.库什达西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 位于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 拥有壮观的高山景观深谷 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美景 您可以参加徒步旅行 探索这个自然保护区的美丽 4.阿富罗迪特宫 这座宫殿位于伊斯坦布尔 是奥图曼帝国的一个宏伟建筑 现在是一个博物馆 您可以参观宫殿的壮观内部 包括哈伦、宫殿厅、图书馆等 了解奥图曼帝国的历史 当然以下是更多令人难以忘怀的 土耳其旅游景点 1.特拉布宫殿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特拉布宫殿 是一个充满艺术和历史的地方 被称为大皇宫 这座宫殿是奥图曼帝国的皇室宫殿 充满华丽的建筑花园和珍贵的藏品 您可以参观宫殿的各个博物馆 欣赏到奥图曼艺术和文化的珍品 2.卡什 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小镇 以其美丽的海滩 古老的建筑和悠闲的氛围而闻名 您可以参观卡什的古城阿波罗神庙 和海滩享受宁静的度假圣地 3.土耳克斯河房湖 这对双湖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 被认为是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湖泊 这个地区被称为土耳其的眼泪 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景点 提供钓鱼划船和迷人的湖泊风景 4.阿游丹岛 这个地中海的小岛屿 以其美丽的蓝洞 沙滩和水下世界而闻名 您可以参加潜水或浮潜 探索这个热门的潜水地点 欣赏到五颜六色的珊瑚和海洋生物 5.卡帕多奇亚绿珊谷 这个地区以其令人惊叹的 自然风光和奇幻的绿谷而闻名 您可以参加徒步旅行穿越绿谷的美丽步道 欣赏到绿意盎然的山脉和岩石地形 这个地方在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魅力 6.约翰朱利安博物馆 位于安塔利亚的这座博物馆 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考古博物馆之一 展示了古代小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珍贵遗迹 您可以在博物馆内探索包括 青铜器时代至罗马时代的古代文物 7.苏丹阿赫迈德清真寺 这座壮观的清真寺位于伊斯坦布尔 是奥图曼帝国的一个经典建筑 以其壮观的圆顶和六座尖塔而闻名 您可以参观这个宏伟的宗教建筑 了解其历史和建筑特点 8.安托利亚陶瓷村 这个位于库特亚的村庄 是土耳其陶瓷艺术的中心 以其手工制作的精美陶瓷而闻名 您可以参观工作坊欣赏到陶瓷制作过程 还可以购买精美的土耳其陶瓷作为纪念品 9.土耳其拥有丰富的文化自然景观和古老遗迹 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体验 不论您是对历史艺术自然还是冒险感兴趣 土耳其都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景点等待着您的探索 希望这些资讯帮助您更好的计划土耳其之旅 当然土耳其拥有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 以下是一些当地的美食和美食文化 1.肉馅饼、肉夹饼、地道的土耳其快餐 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街头食品 通常由馅料包裹在薄饼中 馅料通常包括碎肉香料、蔬菜和醋酱 肉馅饼通常以卷或者的方式制作非常美味 2.肉串、土耳其的经典 土耳其以其各种类型的肉串文明 如著名的沙士比亚肉串、厄图曼肉串等 这些肉串通常由羊肉、牛肉或鸡肉制成 并以各种香料调味然后在烤架上烤制 3.胡麻酱、泥豆酱 这些是传统的 土耳其前菜由鹰嘴豆和茄子制成 分别混合搭配芝麻酱、橄榄油和大蒜等调味料 这些前菜通常与新鲜的烤饼一起食用 4.多种小菜 土耳其餐桌上总是摆满各种小菜 如醋粒、红萝卜、青椒、豆芽、奶酪和橄榄等 这些小菜既可作为前菜也可作为食物之间的开胃菜 5.羊肉意大利面 这是土耳其的饺子 内部通常包含碎羊肉馄饨馅料、酸奶和蒜酱 它们通常撒上红椒粉和薄荷味道独特 6.羊排骨汤 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土耳其汤 通常由羊肚和大蒜等成分制成 这是一道经典的土耳其早餐食品 土耳其美食以其多样性和美味而闻名 这些食物反映了土耳其文化的多元性和传统 以上这些景点代表了土耳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旅游体验 无论您是对历史自然还是冒险感兴趣 土耳其都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地方等待着您的探索 希望这些资讯对您的土耳其旅行计划有所帮助 总而言之土耳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成为 一个充满惊喜和冒险的旅游目的地 无论您对文化自然还是冒险活动感兴趣 土耳其都有许多景点和体验等待着您 希望以上这些资讯能帮助您 规划一个难以忘怀的土耳其之旅 继续